大家好,我們今天來介紹那個七薩對弓 有雙心的組合 我們之前講過了子斧跟無斧 最後來講一個臉斧 本命夫妻公做七薩 然後對面如果是臉斧這一柱 它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表現 我七薩在本命夫妻公 對弓冠入弓 是我的感情世界 感情的內心 展現出來給人家看的樣子 這邊會剛好是臉斧天府 那臉斧他會畫路跟畫季 我們上次講說無斧的那一組 算是在感情上面相對來講穩定的 事實上七薩這顆星 你就看你如果去翻古書 他會告訴你 七薩破軍逢二宮 男的浪蕩女的淫蕩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二宮的意思是說一個在命宮 一個在深宮 常常有人問到說 這麼可怕 是不是七薩在夫妻公的人 也會這樣亂七八糟來 這邊我必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因為剛好最近有網友問我說 有某電視上的老師講說 七薩如果在夫妻公 會打老婆會家暴 然後會淫亂 反正難得打老婆女的淫亂 然後一生感情都不好 實際上就不太是這個樣子 這邊我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 古書上面講的逢二宮 那個二宮指的是命宮跟深宮 那他真正的含義 你想想看 他如果命宮做七薩 然後深宮做破軍 是表示這個 個性堅持而且有很多浪漫的想法 那我一個個性堅持 而且有很多浪漫想法的人 他如果在運線中間碰到煞氣 運線中間很容易碰到煞氣 他三方針又會桃花心 他對感情上覺得太無聊了 然後有新的感情進來 當然他就有可能會去劈腿 會去找其他的對象 可是不是一定是這個樣子呢 實際上他就像我們另外兩位老師 在拍格局的那些影片跟大家講的 很多書上講的事情 他其實必須要有很多很多的背後的條件 沒有這些條件 其實那個東西事實上是不算數的 古書上很多事情 大家可以把它當成是報紙上面的標題 大家也就知道 報紙上的標題 很多都是看起來很驚人 實際一看沒什麼 古書上的很多文具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更重要的是 他這句話講的是命公 那如果他在夫妻公呢 他在夫妻公 他會有受到命公心耀的控制 再來我這個人我只有對感情是如此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說 七薩他如果在夫妻公上面 就像我們上次所說的那個五福那一組 其實很乖 知佛那一組呢 知佛那一組當然他如果說他對於感情上面 沒有得到他所要的東西 那當然他也有可能 連輔的這一組呢 連輔的這一組 更是最乖的一組 我們常說 那個連真這顆星啊 連這個星怕煞忌 可是他什麼時候會不怕煞忌 連真畫路的時候 連真清白鴿 還有連真旁邊有一顆天輔星的時候 所以連真的這種怕煞忌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連真是一個啊 聰明然後有才華 然後反應快 然後有人緣的一顆星耀 所以你看這個人 他夫妻公 做七薩 對面是連輔 這表示說這個人通常在工作上面 人際關係不錯 然後聰明能力友好 拜託有一個人工作上聰明能力好 人際關係不錯 花心是不是很正常 他不花人家都會衝上來讓他花 但這個時候呢 他如果連真畫路 他就會想一下說 唉唷 那我這樣子好嗎 我雖然職場上風趣幽默 可是當我真的要有什麼桃花進來的時候 我就考慮一下說 我這樣子啊 會不會要付出太大的代價 想完了 他就縮回去了 他就不幹了 那這個是連真如果碰到畫路的情況 可是即便他不畫路 他旁邊有顆天輔星 天輔我們講說天輔是一個啊 有謀略的人 所以呢 這顆連真心旁邊加了個天輔之後呢 一樣他要去想一下說 唉我呢 這樣子做適不適合 划不划算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工作沒有了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呢 打壞了大家的關係 我會把事情想好 那如同舞曲跟天輔的那一組 他算重視那個經濟價值 可是他會去盤算說 我這麼重視經濟價值 這樣是不是個好的事情 我該要怎麼把這事情發揮到最好 不要讓人家覺得我小氣 不要讓人家覺得我算大方 但是潘那是傻瓜 我會做好的盤算 那同樣的呢 在連輔的這組也是一樣 我要有人際關係 我要在感情上要有很多的拓展 或是我要在公司上很多拓展 可是呢 這個天輔星就不斷的告訴他說 你要拓展人際關係可以 但是不要隨便坐在人家大腿上 或是說你要拓展人際關係可以 但是不要隨便讓人家坐在你的大腿上 要保持好那個分寸 所以呢 這一組其實我們可以說他在夫妻公上面 他應該算是有不錯的外淵 然後呢在情感上也很懂得去經營自己的感情 那當然他三方身有殺技進來 有桃花心進來 那也就會更加強 好像這個人呢在情感上面討論很多 或者是說他對疫情很有辦法 但是回歸到骨子裡面的那顆七煞 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其實因為當天輔的幫助 所以只要他的殺技不要太多 所以不要太多 大家就知道說不要超過三顆以上 那他其實算是一個穩定的祝賀 一個穩定的祝賀 也就是說如果算你老公這個祝賀 就是他就算是在公司 有很多女同事喜歡他 他也會把持好他自己 這個是七煞對公司聯輔 基本的概念 但是呢這一組的人呢 因為那個聯真心的關係 相對於指揮跟相對於無趣 他也會在感情的市場上面 會讓人家覺得相對來講 是比較沒有那麼死板 然後也是比較有趣的 然後也是比較懂得去經營感情的 這個時候呢我們來看 如果聯真畫路呢 那我們剛剛講說聯真畫路 叫聯真清白格 有天府管的這個聯真就已經很乖了 再加上車畫路非常的乖 非常的乖 可是他畢竟是在夫妻共的對公產生了一個路 所以呢這樣子的人呢 他通常懂得去經營自己的感情 也懂得去經營自己的人脈 然後也懂得去對待異性 然後也懂得去做好很多事情 然後也不會讓你覺得無趣 但是呢他會把持好自己的分寸 就看起來好像他有很多 可是實際上他會把持好自己的分寸 如果畫技呢 如果畫技呢 我們講說聯真怕畫技 畫技就不聯不爭了嘛對不對 如果畫技 還好 因為他有一個天午心灌著他 他相對這個畫路來講 會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如果說畫路可以變成是一個 在工作上面會照顧人家的人 然後那個比較聰明幽默的人 畫技 你就有一個把它想像成 他是有一點帶著有一點壞壞的男人 然後呢 講話有趣 然後呢有很多想法 跟別人不同的見解 不過因為天午心的關係 所以呢即便他要壞 但是也就是小小的壞一下 也壞不到哪裡去 因為他去考慮說說 我如果坐在人家大腿上 那個人腿就會斷掉了 在最後的關鍵上他還是會注意說 他是不是該要讓自己的情感 是在複雜的狀態 即便他看起來好像有一些機會 但最後的關頭他還是會想一下 就會回歸到這個七煞上面 我對感情的那種堅持 我是不是應該要如此 我會有所考慮 OK 這個就是那個 七煞在夫妻宮 對面呢如果是聯真跟天賦 當他有四話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做個解釋 謝謝大家 欸有沒有按讚 有喔 那我們來挑戰看看 有沒有可能2000個按讚 2000個按讚 我就把那個 詞詞主題都講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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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